歡迎大家繼續回到要財財英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問答的時間 上面的嘉賓是我們的市務總監 亦都是我們亞太區的首席分析師 郭Sir 郭獅治 早安 郭Sir 早安 先和大家聽聽嘉寧觀眾的電話 看看他們在這個市場有甚麼問郭Sir 旁邊的第一位有羅先生 羅先生 早安 你好 你好 有甚麼要問郭Sir 我想問753 中文 喂 羅先生 想問國航還是 國航753 國航753 自己有沒有貨 有貨 我在7.16元 買了貨 我想問他的指 指洩位 好 想問過指洩位 暫時來說真的在捱價 7.16元有貨 現時股價正在6.83元 跌超過1% 郭Sir 現在這個時候 嘉寧觀眾在甚麼位置設指洩位才對 看基本因素 國航首三季賺了62億8千萬 增長了98% 因為主要原因是油價持續還是低迷 加上人民幣匯率暫時相對比較穩定 所以在匯隊風險方面市場已經消除了 所以股價近期出現一個明顯的抽升 又大概是5元左右的水平 升到近期高位7.16元 累積升幅50% 我指反凳的幅度已經50% 也不知包括一些企業的重組等等 其實有利股價作進一步的趨勢 但這一陣由5元升到7.68元 已經升了50% 那當然需要消化 那你在大概7元左右去買 其實來說 都是整個反彈浪相對是高位 做一些風險管理比較好些 一兩毫子的反覆就很難避免 因為現在這一刻已經跌穿了一個星期的低位 如果看回技術上的走勢 相對一個月的低位6.5元來說 幅度還是比較多 尤其是股價在過去這星期 已經跌穿了10天和20天線 即是整個技術上的反彈 暫時已經過了一段落 50天線現在在6.4毫 相對一個月的低位是6.5元 如果你真的要找止蝕位 我想放在6.5元就恰當 若不可以由高價下降到10% 看看你開貨的態度 純粹是中線還是短炒 如果你說有中線的心態 暫時可以等等 因為我自己覺得 除了人民幣的匯率因素 我不敢肯定之外 油價始終還是低迷 對航空業來說 尤其是各行應該相對比較有利 只是這一層升了50% 是需要稍微消化一下 如果中線持有 持有的 持有的不是太多貨 就不需要給太大壓力 但有心理準備 股價仍然都進一步反覆 但如果你說純粹短炒 我買來升幾毫子 我走跌幾毫子 我也計數 六個半一個月的低位 就是你的技術上的止瀉位 因為去到六個半那一刻 股價已經觸及50天線 技術上的走勢 亦都會有少少轉弱了 這一點你要留意 好 希望幫到羅先生 接著要轉看劉輝先生的電郵 他問想問可以電器1169 見到現時家庭觀眾就說 以14.6經驗就買入了 想知道阻力位在甚麼位置 和股份的前景是怎樣的 見到暫時來計 可以電器股價方面 正在做14.5 跌近2% 見到今天來講的電商股 都做得一般的 這個電器股 郭Sir你自己有怎樣看 首九個月的盈利是18億3200萬 升了10% 其實以現在的股值來說 都不算高 只有12倍左右的水平 不過可能 焦點大家也放在電商方面 事實上整個消費模式 已經有少少改變 可以在這方面的發展都不差 因為他除了一些實體店之外 他都有做一些電商相關的業務 維持得到營運的銷售 你問我初步的阻力在哪裏 暫時來說一個月的高位是16.92 而一個星期的高位是14.96 如果能夠突破14.96 進一步向上網 應該是去到15.9至16.2之間 需要做一些風險管理 如果你是比較近榜買 當然沒甚麼所謂 如果比較高台買的話 已經錯過了理性的止蝕位 現在這分鐘我就認為 慈應保財官網算數了 好 接著轉聽到 家庭方面的電話方面的查詢 第一旁邊今次有黃小姐 早安 早安 兩位 想說呢 全街 我有兩個股票想問一問 請說 一個是2318 我43.9有貨的 另外一隻966 是24.9有貨 那現在這個時候 我是否應該先沽了 還是上少少才可以沽呢 麻煩你 好 先說一下平保 2318加寧觀眾 43.9有貨 賺少少五毛錢 現時股價在44.45 今天來說回到 借近百分之二 郭Sir 平保來說 都不少投資故事 可不可以先拿著等一等 等等我無妨的 因為實際上來說 現在是處於一個技術上的反彈之中 由早前的低位約摩是35元左右 去到近期的高位46元 已經升了10元 即是大謊說 已經是反彈了20% 但我自己看的A股 我覺得應該可以過了最壞的一刻 A股再進一步上升 其實對一眾的保險股都是好的 尤其是平保 這麼多隻保險股 我看得最好就是平保 因為除了一些受險業務 還有一些金融業務 即是銀行業務 券商 資產管理等等 其實有利的股價上升之外 也可以這樣看 A股如果作進一步的 轉定之後的上升 它在第四季的投資收益 就更加良麗了 事實上今年全年都是賺的 因為年頭的上證指數是2000多點 相對現在是3500-3600 只是那個波幅已經超過50% 可以放得到的暫時拜拜 但如果你說我是純粹短炒 贏2元我就走 輸2元我又走 早前去到46.7 由相對買入價 是升了2.5多銀錢 5%都差不多了 回頭的指示位 就放回41.5元 但我不希望你這樣做 我希望你中線持有 因為這麼多隻受險股 我再說一次 我看得最好就是23.18平保 另外就是太平 966現時中25.4元 跌超過百分之一 家庭觀眾就是24.9有貨 都是賺少少的 現在怎樣計算 兩隻股份都難測 因為為什麼呢 賺一賺幾毫子 沒得定止賺位 因為你沽了出去之後 可能連手續費都賺不回 但是如果看基本面來講 根本上都可以繼續持有 那麼平保那邊 就當然不用說了 去到46那裡 是有少少受制 因為由低價上來已經升了二十幾% 至於太平高方面 其實由早前的低位 約大約是18元左右 到近期的高位26.4 已經升了差不多三十幾% 高台有少少整固 絕對不出奇 直到現在這一刻 技術上仍是市依 處於一個玉市頂的格局 我所說的頂暫時來說 是26.4和26.2 分別是一個月和一個星期的高位 這也是你暫時的上網目標 如果你是技術上屬於一個叫做短炒的話 需要做風險管理呢 自己決定 如果真的擔心估計有少少反覆的話 一個星期的低位是24.9 這個技術上的低位一旦失守 下一個防守性據點 會退守到23.8 其實講來講去 都是一元幾毫的波幅 不是很大件事 如果是拿著貨幣不是太多 就不需要給太大壓力 那就繼續觀望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說投入的資金相對不少 而且自己也是一些短炒的話 那我也提供一個技術上的指洩位 給你參考 就是24.9 因為這個價格你不支持的話 再訂多一個指洩位 就要去到23.8 那到底怎樣做呢 最終都要由你自己來決定了 好 麻煩郭Sir的分析 多謝了劉里嘉寧觀眾的電話查詢 這次時間差不多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有郭Sir 跟我們分析一下 中港股市今天半天來計的最新表演 想聽的話不要走開了